來 去掃 降級後第一個連假 嘉義市文化路夜市人潮滿滿 嘉義特有的豆漿豆花 酥炸魷魚 還有傳統的雞肉飯 桂鴨湯 每一個名攤都大排長龍 整條馬路也是人擠人 想要維持世外一公尺的社交距離 似乎沒那麼容易 超多的 有一點 現在大家的觀念還不錯 看到有QR Code都會主動去掃 我一定要QR Code 就怕群聚成為防疫破口 夜市的南北兩側 都有人員管制 要求實名制 衛生局還特別抵達現場宣導 直告是怕要遊客 保持一公尺的安全距離 不過一大群人並肩逛街 彷彿視而不見 沒多家理會 現場稽查甚至發現 有民眾不聽宣導 邊走邊吃 那也希望消費者在逛街的時候 記得就是買了之後 能回去的時候再吃 不要邊走邊吃 因為還是有發現 消費者有這個狀況 好險 三四個月沒那麼好過 今天高興一點 我們還是有隔板 有風態這樣 盡量保持健康就對了 昨天晚上人很多 人山人海的 然後就是人擠人 跟疫情比的話 好超過七八成有了 但會不會有點擔心 人太多的一個狀況 有一點點 疫情當然還是要保持適當距離 中秋連假遊客 報復性出遊 店家業績回復七八成以上 業者笑開懷 業者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開心迎接滿滿人潮之餘 也難免擔心欠償疫情 TVBS新聞 季健亨嘉義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